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主抗匹配 我最近在做一个transducer 这个transducer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会有一定的厚度 我在做这一个transducer的时候 就是会在它的表面加上一层 加上一层匹配层 因为我们这个transducer的材料 雅典材料 PGT 我加的匹配层加的是黎龙 为什么我们要加这一个匹配层呢 因为这个transducer它到空气 它和空气的话相当于是两种不同的介质 信号如果是从PGT 从这一个transducer里面直接传到空气中 它会衰减的特别的快 是因为很多信号都反射回去了 但是我们加上这个匹配层以后 它的信号就不会反射的那么多 这个匹配层相当于就是一个中介 让信号更多的去透射 可以内比 这一种介质是空气 然后下面的介质是水 这里是有一个虚平面 当有一束光 照射进来的时候 因为空气和水它是两种不同的介质 所以呢 一部分会发生反射 一部分呢 会发生透射 有一个折射角 当两种不同的介质的时候 有一部分光会反射过去 有一部分呢 会透射过去 如果是一层玻璃 我们想让它有更多的都透射过去 很少的反射 在玻璃上面堵一层膜 这一层膜的作用就是 就有三种介质 空气 薄膜 然后是玻璃 我假设现在下面不是水 是玻璃 这一层薄膜也是匹配层 通过这一层的薄膜的设计 可以让更多的光 透射到玻璃里面去 让更少的反射 这个道理呢 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的信号是光 我们这里的信号 因为我是用了archosound 我们这里的信号是一个电信号 它匹配以后 电信号可以从PZT 传到空气中有更多的传过来 它们是一个道理 可以进行类比的记忆 还有另外一种 比如说我们在用传输线的时候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 也讲很多match layer 实际上也可以通过类比 为什么呢 信号沿传输线向前传播时 这个信号实际上在这根电线里面 这是一个transmission line 当信号沿传输线向前传播时 它实际上每时每刻 比如说信号 电信号到这了 它会感受到一个顺时阻抗 这个主抗可能是传输线本身的 也可能是中途或者是 你所接的负载 但是对于信号来说呢 它不知道 假设这里有一个电信号 它在传输线上面传播 它到这了 到这个点之后呢 假设这个传输线 左边和右边 它的主抗值是不一样的 主抗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这一边 大概是100欧姆 突然到这个点 这一边变成了150欧姆 会有一个主抗的变化 信号感受到这个主抗的变化以后 它就会发生反射 在电线上面 我们可以发现 像光学里面 它是会有一个折射角 会有一个入射角 当然也有垂直的情况 当垂直的时候 它的反射是很小的 但是也会有反射 电信号里面 在导线上面传播 信号永远都是垂直入射的 因为我们电子 它在导线上面传输的时候 就是沿着导线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始终是垂直入射的 但是因为主抗发生变化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两种介质 一种 左边是一种介质 右边是一种介质 这个时候 它感受到这种主抗的变化之后呢 它就会发生反射 就反射信号回来 能量传输到最后 就会比较少 如果在一条传输线上 有很多个点 都是主抗不匹配 就是所谓的匹配就是一样 如果说它在这里有一个突变 这里有个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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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经过很多次突变以后 信号不停的反射回去 反射回去 反射回去 这个信号的能量传到最后的时候 就很少了 那么可能就检测不到信号 所以说如果我们 当我们有时候在设计PCB电路板 或者是做一些电路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走线过长 就会导致你后面接收到的信号 会很小 因为它很多都被反射了 当然也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过度的使用电容 或者是电感这样的器件 然后引起的一些主抗失配 也会导致很多信号发生反射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是想让它匹配 匹配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让这个100欧姆和150欧姆 变成一样的 那我们在电路里面 通过匹配的方式就是 我们一般是会把它们匹配成50欧姆 这样的话是一个 这是一个标准 通过加电容电感 或者是加一些电阻 让它匹配 让它在这整个传输线上 它的主抗值是一样的 当信号从这一端到这一端的时候 没有经过主抗的突变 信号可以最大程度的被传输到 从初始端传输到中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来理解S11和S12 我觉得也好理解很多 因为S11 S11实际上是 因为它这两个端口是一样的嘛 就是测的是反射 S12 这两个角标不一样 就从一端到另外一端 那就测的是透射 你可以把它和光学的进行内比 S11一般来看的时候 会是这样一个形状 假设你设计了一个天线 它是一兆赫值 一般我们在车车S11的时候 这个最上面这一个是大概是零 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图呢 我假设这个是DB DB的话 那这个大值是零 那下面的都是负值 假设我这里是负1 假设我这一个点是负15DB 这个点的话因为它是一兆赫值 所以这个点所对应的频率是一兆赫值 因为它这里发生了斜震 在其他频率的时候 因为我设计天线是一兆赫值的 在其他频率的时候 没有发生斜震 那它所有的 所有的信号都被反射回去了 所以它的S11呢 它的值最大 其他信号都被反射回去了 因为这一个S11等于你 其他信号都被反射了 只有一兆赫值的信号 这个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边上呢 我们就是也有一部分透射了 靠近一兆赫值的 一兆赫值的这个点呢 它的信号 它的反射 因为S11是反射嘛 它最小 因为-15比0小很多 它最小 也就是说它 它反射回去的信号最小 所以它大部分信号都透射了 这个透射的原因就是因为斜震 S11如果说它的图长这样 S12一般会长成这样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这个是S12 这里对应的是一兆赫值 因为能量是一定的 如果说这里全部都反射了 S11的话表示透射 那么在这一些频率段 信号就 因为这里的话是最大的 透射最大 然后这里的信号呢 相当于就都 透射是最小的 所以它一般都是反过来看的 在一兆赫值的时候呢 都透射了 所以它这里是最大的 然后这里呢 也就是最小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看S11和S12的时候 它的信号一般是这样反着的 因为能量是一定的 如果你反射的小 那么透射的就多 反射的多 透射的就小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我觉得这样对比的话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是在做Transducer的时候 想到这个问题 Transducer它的匹配 实际上可以把它全部都想起来 因为我们对光学可能比较熟悉 很早的时候就学了折射 如果你知道有折射 那么你就知道是因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透射和反射 就是因为有变化 其实这些所有的都是因为有变化 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介质的变化 Transducer到空气 是一种介质的变化 会发生信号的反射 只不过这里加的匹配呢 是Lylon 光学里面 介质发生变化 光会发生反射 也会发生透射 可以通过加薄膜 让更多的信号透射 少的信号反射 Transmission Line也是一样的 它是主抗部匹配 那我们可以加一些匹配 让信号可以正常的传输 很少的信号反射 更多的信号就透射到终端了 所以Transmission Line Transducer 然后还有光学 因为它们光学也都是波 只不过就是在Transducer设计光学 微博里面 它们三个可以对比起来 这样的话就很好记忆 为什么要出现匹配 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理解方式 或者是意见的话 可以跟我留言 如果讲的有不对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跟我直接出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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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